先给大家讲讲腿 因为这个正手的拉球朋友们 首先因为你正手去拉 大家你们想好 只要正手拉球 想把这个质量拉出来 包括你对于拉完球之后的一个还原 那肯定是从腿上出来的 力量是从腿上传递到上半身 最终传递到我们的手上 包括拉完球之后 我们的还原 也是要靠我们腿上的一个重心 所以说今天先给大家讲一个腿上的问题 腿上的问题 好吧 然后腿上的问题在于哪里 好吧 我先去做一个很多朋友们 再去这个拉弧圈球的时候 你的这个腿上 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给大家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观看一下我的右腿 能看到吧 观看一下我的右腿 很多朋友们拉球的这个是这种感觉 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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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在于哪 首先腿 它是有一个什么 蹬腿的一个感觉 但是很多朋友们他们知道 哎 这个正手 它是需要有一个正方 一个重心的一个转换 从右腿到左腿 从右腿到左腿 但是呢 很多朋友们把这个腿上的这个动作 理解为了转腿 它所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什么呢 它就是这个两个膝盖在对着扭 两个膝盖在对着扭啊 你们可以看我腿就这种感觉 你看看了吗 看了吗 看了吗 朋友们 你看 看了吗 也就是说 它这个为什么拉出力量来呢 你们看我给你们去拉一个 你们看我的腿什么呀 大家看我的腿 看我为什么能把这个质量拉出来 因为我的腿 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往前顶的力量 往前蹬的力量 但是很多朋友们会把这个腿 在蹬转一半的时候 膝盖会进行一个下压 膝盖会进行下压 就相当于 本来咱们的腿是一个弹簧一样 压下去弹起来 但是很多朋友们 你压下去了 弹了一半 又给他压下去了 所以说你的力量 就被你的腿这里 它就传递不上来了 刚传上来的一半 这个腿 又转下去了 所以说你的力量 就被卡死在底下了 所以说你最终 拉出去的球 你会感觉什么 你看 你会感觉什么呢 你看 你就会感觉 最后你所有的力量 还是在于靠手上 去出去的 也就是你有一个明显的感觉 你的腿发不上力 并且感觉你的腿 和你的手 它是一个完全脱节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着 你的腿上的力量 一定是什么 去蹬的 你看 腿的力量 应该是往前 往前 往前蹬 往前顶 看到了 看 再来一个 看看 为什么是质量高 就是我的腿 它是在往前蹬 腿上的力量 从脚底下踩住了 蹬起来 然后再传递到我的腰胯 最后我的小臂 手指手腕 进行了一个合力 所以说我的力量能传上来 劲就能足 你传不上来 那你的就没劲 明白 所以说对于你的右膝盖 大家一定记得 它一定是一个蹬的一个过程 往前顶的过程 并非是一个转的过程 好吧 那第二个点什么呢 跟你们说一下这个腰胯 第二个问题 胖们 就是球来了之后 球来了之后 胖们 除了在这个腿 腿上是一个什么 压重心 对不对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腰胯 就是腰的问题 其实说腰上这个问题 很多朋友们也是这么理解 他就理解为什么 转腰 他就开始理解为转腰 这样的话 你也是拉不出质量来了 为什么 因为腰 他在想转腰的话 他一定是什么 他一定是在左右转 左右转是要转腰 但是拉球根本不是说去用腰 主要是用的是我们的这个 胯关节 胯关节 所以说这个球来了之后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什么 要把我们的右胯 右胯要让开 看到吗 右胯要往后让开 第一 你把你的右胯让开了 你的身体 你的胯关节和球 才能有一个什么 发力的一个空间 出来 那如果说去让右胯 你人平在那里 直在那里 光去往边上去歪身体 这是没用的 看到吗 很多方面是这么拉 看到吗 边上去歪 光想着沉肩 你看那这样的话 大家看 那我的发力都是什么 都是在左右在发力 都是在左右在发力 根本什么 根本没有前后的力量 所以说我们在引拍腿上胯关节的一个蓄力 一定是什么 向后蓄力 向后让胯 然后在接触球的这一瞬间 你的右胯是往前顶 同样是往前顶 腿往前蹬 那你的胯也是在往前顶 你千万不能什么 往左边去转摇 你们看我的胯 你们看我的胯啊 我的 看了吗 旁边你看 看我的胯关节 操我 看了吗 这个胯一定是往前顶 为什么我顶胯 可以能拉的质量高 因为顶胯 它是一个胯关节 从后向前的力量 你去转腰 那是一个从右往左的力量 你要想把这个球拉的往前走 球往前的力量大 那你身体的发力方向 始终一定是冲前的 那如果说你的发力 是在左右晃 左右转 那你拉出去的球 都是一个从右向左的力量 那你自然到前的力量就少了 所以说你感觉 我转腰转了十分力 拉到前面到球上 只能出来一个六分力 到七分力的效果 所以说这就是很多泡门 说 那我为什么治疗拉的不高 就是你没有用胯 你都是在转腰 所以说大家你们一定 通过肉眼看 因为你们就会形成这种误解 什么误解呢 你看到他们的腰都是在转动的 都是在动的 你们所看到的转腰的动作 只不过它是让胯顶胯 所呈现出来了一个 类似于转腰的动作 但是它的发力的一个核心的本质 不是在转腰发力 一定是一个让胯顶胯的一个过程 并且大家看这个胯关节 我往前顶 越发力往前顶 这个质量一定会越来越高 随着你的发力的力量率越来越大 质量越来越高 但是为什么转腰 我可能拼命的去转 转的越多 但是最终到了球上的质量就不行了 为什么我是从右向左转 那我转的力量越大 那我就相当于往左边的力量就越多 那自然往前的力量 它也没有进行增加 反而会减少 但是胯关节它是从后向前去顶 它往前去顶的话 它一定是有一个上限 你不可能把你右腿顶到这里去 那不可能 我最多最多 你看 我就顶到这个程度 所以说 我第一 它的胯关节 它有一个上限 你不会说去顶过头 你也不用担心说 我一转完了 重心没了 还原不了 这个你不用担心 并且这个胯 你再怎么发力 它都是往前走的 它不可能像转腰一样 会转到侧面去 看了吗 所以说你用胯关节去发力 第一 转的幅度小 好还原 第二个 方向准确 都是向前发力 明白了吧 所以说你会感觉 你胯关节使上劲的 要比转腰要好用的多 好用的多 明白吗 今天才学到了 一下让我讲完了 是吧 所以说再给大家去示范两个 你看 看到吧 一定去往前 顶胯 你看 让胯 顶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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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那我来 再来一个 看了吧 泡盘 一定要去让胯 顶胯 大家理解了吗 刚刚这就是腿上和腰胯的一个力量的传递 腿上过了 我给你们去讲讲这个 一些核心 就是说 你是 平常可能你们在外边找个私教 找个一对一的教练 可能外边这种俱乐部的教练 可能有点 有可能学不太到的一些东西 我给你们去讲一讲 好吧 OK 咱们现在再给大家去讲讲什么呢 就是说 很多朋友们拉球 刚刚是说的 第一 这个腿和胯 一是为了能够呈现更高的质量 二是能够为我们的身体的发力 以及还原 能够呈现一个更稳定的一个状态 然后 其实 如果说应对到我们的实战当中 大家应该也知道 拉球 下拉下血 我要拉有高调 我也要有前冲 对不对 高调和前冲 我都要拉得出来 我比较都要会拉 我比赛当中要应用的去合理 这就是很多胖门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不知道什么球该拉前冲 什么球该拉高调 来 我给你们去简单做个示范 比如你发个赚点的胖门 你看 这就是很多球 看到吗 很多胖门 你看 三个蒙上一个 是吧 这时候属于什么情况 对方过来一个很低很赚的下血 我茫然 茂然的去干嘛 去拉前冲 不合理 是吧 那有的时候 人家对方给你的慢 有可能球也没这么转 甚至有点冒高 但很多胖门就为了球稳 从底下 去往上去拔 去拉高调 这是你们运用的 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问题 不合理的问题 那好 那如果说我们这些最基本的 我能去运用的合理 那拉前冲 跟拉高调的一些技巧 我给大家去讲一讲 包括等会给你们讲一讲 把高调拉好的一些核心 咱们先去说一个前冲 先去说一个前冲 首先的前冲 这个球呢 包括刚刚主播在那边给你们示范 全拉的都是前冲 就是说大家看起来质量最高的这一种 那前冲弧旋球碰门 首先刚才说了 应对于球没有这么转 并且也没有这么死滴死滴的这种球 正常的这种下血 是可以拉个前冲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前冲 首先知道 这是一个主动发力的过程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种 机球点的一个把握 你要去找准 主要是找点 像前冲弧旋球 一定要去找一个什么 最高点 一定要找一个最高点 大家看我的点啊 你看啊 我都是找到一个什么 最高点去发力 看到吗 最高点 再来一个 找到的是一个最高点去发力 我为什么不能去赶着这个球 一跳就去拉 我也为什么不能等这个球落下来 再去拉 因为首先前冲弧旋球 它就是一个通过于更多的一个撞击 更少的摩擦 呈现出来的一个力量和速度 对不对 那既然你撞击的多了 你们就应该知道一个事情啊 撞击的多 它的弧线一定是差 弧线是一定是差的 那弧线差了之后 它就是非常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下往 你弧线差你撞击的多 就容易下往 对不对 那所以说 那我们再去找气球点的时候 就是要找一个什么 最不容易下往的点 是吧 那上升期球刚跳的时候 第一 球又低 又转 然后呢 你往前 肯定容易下往 是吧 你等到下降期的时候 球虽然没这么转了 但是球的弧线 又掉到了一个很低的状态 还是容易下往 所以说我们要再去找到一个最高点 这个最高点 它是最不容易下往的 所以说 拉前冲 要去找到最高点去拉 看到吗 泡板 你看 看到吗 这个就不会去乱下往 乱出界了 对吧 这是气球点的一个问题 好吧 其实说这个呢 最关键的一个核心点 前冲 前冲 一定要找到一个赢前的感觉 一定要赢前的感觉 像前冲 你要感觉 我是在主动赢着这个球去拉 赢着这个球去冲 但是很多朋友们 你的潜意识是什么 给你们看看啊 看了吗 你们很多朋友们 拉前冲这么张 你看 这么拉 大家看看问题 这是我看到 今天有一个朋友 去拉出来的啊 你看 他这样去拉前冲 看到吗 这样为什么 根本就拉不上了 朋友们 这就是说 他在原地 等着这个球去发力 他在原地等着 其实说 我们再去拉 这个前冲的时候 是吧 最高点的这个时机 他这个点 这一瞬间 他既不往前走 也不往后退 他就是一个短暂 甚至是零点零几秒的 一个短暂的一个 静止的一个时间 这个高点期 所以说这个点 我们是借不上力的 也借不到球的上升期的力量 也借不到球下降期的力量 那我们需要干嘛呢 要主动赢钱 这个是意识 那呈现出来打球上面 就是这种感觉 大家看一下 你看 大家看到我现在这种感 什么感觉 你看 看到吗 这是一个我主动赢钱去冲 但是很多朋友们 就是什么呢 他想等这个球 跑到自己拍子上的时候 他再去发力 就会成像这种 看了吗 他就等在这里 他也不动 就等在这里去发力 这样的话 你是拉不好的 好吧 明白吗 所以说这个意识要出来 拉前冲 一定要学会 主动赢钱 因为适合拉前冲的球 除了这种正常的这种 长的下旋之外 还有一些球是什么呢 对方戳过来 没有这么长 甚至稍微有一点点短 有一点点冒高的这种球 来发一个 你看这种球 来我先给大家示范一个 你看 看了吗 看了吗 很多球 你看 是这种球 你发了一个半转不转 对方那么一戳 稍微有点出台 有点冒高 很多的前冲 更多的是这样 去拉的 对不对 那所以说那球容易冒短 那我们就更需要有什么 主动的一个 赢钱 但是很多朋友们 你们在去平常 练前冲的时候 就喜欢站在这里等着 你看 遇到这种球 你就 你就没有这种意识了 没有这种意识 你的前冲的质量 就拉不高 但我现在教大家一个 拉前冲的一个 训练的小方法 比如说这个球 在这里 知道是长的 那我们现在往后撤半步 先往撤半步 找一个这种感觉 是吧 你看 我撤下去 我的我的我的 以外 看到了 跑拍 你要赶紧撤下去 然后这个球 你是迎上来去冲的 这种感觉 你多去找这个感觉 是吧 你多去找这个感觉 你去拉 千万不要说 天天站在那里去练 你站在那里去练 一点意义都没有 然后呢 现在再给大家讲讲高调 再把高调给大家讲讲 好吧 来我给你们去学一下 这很多朋友们拉出来的球 高调 这是很多朋友们拉的高调的效果 前冲 我们是通过更多的撞击 把这个球拉的速度快 力量大 高调 那我是什么 我要同样的是 把这个球去拉的转 我是把它的旋转要拉强 但是 它都是有作为一个前提 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这个球拉的弧线低 弧线低 是吧 你看前冲 我去拉一个 你看 是吧 再去拉高调 你看 我再来 再来一个 你看 看了吗 这个球 你得感觉拉过去的球 是又低又转 并不是又高又转 因为高调高调 很多朋友们就觉得 那我动作 得方向 得多往上 把这球拉的高一点 其实错的 其实错的 所以说 像这个高调弧旋球 大家你们要把什么 着重点放在两个上 第一个是低 第二个是转 并不是把它要把这个球拉高 如果说你往上 那这个球拉过来的球 除了高之外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短 你拉过来的弧线 短 看了吗 你拉过来的短 如果说你拉到对方的正手 如果说对方 我把这个 这想的部分想 就随便玩着拉了 这种 是吧 就随便撇着拉 玩着拉 去反了 就反拉他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拉到我的反手 那我就不是再去防这个球了 那这种球怎么 看到吗 我就直接迎上去 去弹就好了 这种拉过来的高调 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只有把这个球高调拉的低 并且还转的时候 对方再去防你的球 他就只能这样了 给你们看一下 看了吗 就算防 他也只能这样去围 他也只能这样去贴 他就很难去反拉了 那你拉的高调 对方是贴过来的 慢慢悠悠 慢慢高高的 这才能达到你的效果 你下一把再去冲 是不是 那你拉的高调拉过来 人家拍死你 你拉了干嘛 你还不如直接搓一个了 理解了吗 泡蛮 所以说泡蛮 像拉高调 有一个必须的前提 是什么呢 想把这球拉低的话 你的发力方向 跟前冲是一致的 都是要最终是 往前发力为主 千万不能说是往上去拔 千万不能往上去拔 一定要去往前 只不过我们要 他跟他这个前冲的区别 就是说把机球点给他放完 机球点放完 大家看我现在拉这个高调的机球点 大家看我现在机球点 看了吗 看我的机球点 这个球是不是都很低 是不是都很低 泡蛮 我现在是把这个机球点放下来 因为什么 拉高调本来就是因为这个球有点转 很低 我们不好前冲 所以说那我就干脆等这个球去掉一掉 沉一沉 当这个球不太转的时候 再去加转 去拉 对不对 那所以说那你再去拉这个球的时候 就要记着什么 节奏一定要放的越慢越好 越晚越好 为什么 泡蛮 你放晚一点 其实是能有助于你什么 合得上力的 为什么合得上力泡蛮 你看啊 球在下降期的时候 它是一个由高往低 也是一个从前上方往我们的后下方去坠落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那正好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去拉的时候 身体的发力 它正好也是从后下方往前上方 它这样的话 它就在这个球下落的过程当中 正好遇到了人往前上方去摩擦 它就形成了一个对冲的一个合力 对不对 你要想合得上力 就是说现在球的力量和你人的力量 一定是相反 相对立的 对冲的 它才能够合得上力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拉高调 一定要把这个球放低 节奏放慢 击球点放晚 这样的话 我们更好合得上力 你更好合得上力 那你在拉的时候 你才能更好的借助到这个球的一个旋转 跟力量进行主动的加转 主动的去加摩擦 你看 你才能自己有种使得上劲的感觉 你看不信的话 你们看 如果是上升期 我去拉高调 好吗 你看啊 有没有感觉 我明显的就 就借不上力了 你看 我一跳就拉的话 有没有感觉 我明显就感觉 一点力都使不上了 对不对 所以说是一定要等到下降期 去拉这个高调 并且想要把这个球拉低的话 方向一定要去往前 往前 所以说我现在给大家去分享一个小技巧 其实说在我没有退役之前 包括现在专业运动员 平常练高调 他会练一种球叫什么球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叫潜水艇 叫潜水艇 什么叫潜水艇 泡班 潜水艇的意义就代表这个 他在水里往下钻 是吧 咱们拉这个高调红圆球 拉出来的效果一定是什么 泡班 看到这个球了吗 我的我的我的 这个球落到台子 就能让球直接给他坠下去 直接给他掉下去 就让这个球 对方如果是防你的高调的话 一定是这么去防 温学院啊 一定是在手的底 这么去防 他不可能怎么防 他不可能这样 他不可能手拿起来去 按你 他拔的低了之后 他的手在这里去防 并且干嘛 他不好反拉 因为球越低 对方反拉的难度就越大 球拉的越高 对方反拉就越容易 所以说 我给你们去拉几个 这种有点潜水艇的感觉 大家你们可以看一看 是种什么样的效果啊 对 什么样的效果 大家一起看 就是说你把这个球拉的 落到对方的台子 直接就往下掉 直接就往下去坠 你们看看啊 我现在给你们去 拉两个啊 哎 泡面你看啊 哎 我了我了 哎 这个有点高了 看到了泡面 就这个你看 啊 我们练都可能高掉 都这么凉 你们看这球过于什么样 看到了泡面 哎 我的我的我的 大家看到这个球了吗 啊 落了球台之后 你看他就直线的去往下去坠 这样这种球的话 你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视频 刘国梁再教许心去拉半出台 大家有看过那个视频吗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 作为一个陌生人 觉得 这人动作太丑了 对不对 但是你们有没有 如果有那个视频 你再去可以回去看一看 刘国梁拉这个球的时候 他是怎么拉 他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你看 就有一个这个动作 你看 他有一个动作去往下盖的动作 跟你们这样拉这种球的精髓 你看 他有一个这个动作 看了 他有一个这个人去 啊 就往下摁的感觉 大家看了 我了我了 再来一个 哎 看了吗 看了吗 你看 他有一个最后这个动作 看了 对 他就是一个往前去压胳膊 去往前压拍头的动作 这个压胳膊 压拍头的动作是干嘛用的 就是为了让这个球的弧线落的材质 就直线往下坠 主要就是说什么 限制对方的反拉 所以说你去往下去压拍头 你看 我的我的我的 看一下这个感觉 你看哎 看了吗 看到这个感觉了吗 就是为了让这个球的弧线拉过去 直接往地上去掉 我这个什么 去往下 你看啊 我制造完摩擦之后 我有一个顺速往下的过程 看到不好吗 你看 看到吗 并且我拉球 我也喜欢这样抹着去拉 抹着去拉 你看 压着去拉 看到吗 这样拉过来球 他除了贴一点招都没有 一点到招都没有 看了朋友们 大家一定要去学一个这种小细节 越想拉 拉转 你越怕拉高 最后 你就去可以干嘛 加一个这种拍头往下下压的这个动作 哪怕你感觉这个球 真的很害怕拉下往 是吧 你哪怕一开始多往上 使了 使了点 但你要记得最后有个 往前去压拍头 这是技巧 通过压拍头 而去把这个球的弧线给它压住 再给大家示范几个 你看 看了吧 你看 看了吗 再来一个 看了吗 你看 看这种球根本没法防 真的就很难防 看了吗 这样球怎么去接 除了就得去贴一个之外 还能算是比较稳的接法 如果说去反拉我的话 可能让你反拉吧 可能就十个里边 至少得反拉十五七个 要八个 没办法吗 这个就是拉高调的一个小技巧 也是要纠正大家的一个意识和观念 高调不是把它拉高 一定是主要是为了把它拉的右转 并且弧线又低 因为本来拉高调 速度就已经很慢了 如果说我们的弧线和旋转 有一个出现了问题 那你的高调的质量都不行 所以说既要拉的低 又要拉的转 以低为主 在低的基础上 逐渐去增强 这个拉球的一个摩擦 你看 如果说没有这个 我直接往上去拔的话 大家看了吗 这个球落台之后 它是往上蹦的 你看 往上蹦 如果往上去拉的话 你看我再去拉一个 你看这个呢 你看这个弧线的朋友们 我的我的 看到吗 你看这个弧线的 对吧 你看这个弧线 很低吧 对不对 你可能一对比 你看就看出来了 这个快带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为什么 你根本借不上力 什么球可以快带 这朋友问几个了 说到这个快带 你看我给你们去带一个 大家可以看看 我给你们快带一个 稍微冲一下 看我朋友 这是快带 你看我在快带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借力 看到吗 看到吗 我在借着对方的力 如果说对方拉过来的高调 你是一点力都借不上的话 你是快带不了的 所以说你看 我拉正午球的一个目的意义 就为了让他一点力都借不上 要么你反拉 你面临着高食物率的这种风险 要么你就防 只能防给我 我连续进攻你 我跟你们说说 包住球 其实说很多朋友们 最大的一个错误理解 包住包住吗 包水脚吗 是吧 你就从这个球侧面 给它包过去了 感觉这脚成包住了 错了 错了 其实说包住球 朋友们 它只是指的一个什么呢 指的是 我们手腕 从引拍的时候 打开 再到拉球 这一瞬间 有个内收 大家看我手腕 我现在就放在这 看 这个过程 大家看吧 这个过程 俗简称为 包住球 吃住球 这个过程简称 包住球 吃住球 为什么 这个叫包住球 吃住球呢 因为手腕这个东西 你在发球这个东 里边 也好 还是说拉球里边也好 还是说反手的拧拉 也好 手腕的这个发力摩擦 它就是为了来去制造一个 良好的旋转的 你看你发球 手腕用的好 球就发的转 对吧 拉球 手腕拉的好 用的好 它的弧线就稳定 拉过去的球的旋转 也就强 但是很多跑门 你没有包住球 是呈现什么样的动作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看手腕啊 就我虚然这么喜欢 大家看 看这样了吗 看我手腕 我尽管动作已经做过来了 你们看我拍子 你看我的手腕 看了吧 也就是说明你的手腕是硬的 你的手腕是硬的 僵硬的 你们再看看我的手腕是什么呀 好 我现在不做任何东西 就做这个 你看 大家可以看看 大家看到吗 你看 打开 看到这个感觉了吗 看到吗 看 就是说咱们拉球的时候 一定要去把你的手腕 在你引拍的过程当中 你的手腕一定是向外打开的 向外打开的 你在拉球 拉完了这一下 你的手腕一定是 跟随着你的小臂 是收进来的 手腕是打开收 打开收 打开收 一定要有这个动作 你如果说没有这个动作 就说明你在拉球当中 你的弧线是制造了不好的 你经常容易拉不住球 就经常容易 莫名其妙的下往 或者出现 手腕的一个外展的内收 没办法泡盘 你看啊 为什么他一定要去进行内收呢 其实说 呃 大家应该看一下 你看啊 咱们应该都知道 咱们拉球的话 是用球拍的这个中上部 中上部开始要去摩擦这个球 对不对 啊 中球拍的中上部去拉 然后呢 你看啊 大家看 随着这个手指手腕 从手腕的外展 再到最后的这个内收 大家看 他会让这个球在你的拍子上 形成一个完整的摩擦 如果说你的拍子手腕没有内收 你看 我直接这样就出去了 直接这样就出去了 大家看 那就说明你的球在你的拍子上可能只能摩擦了一半 只能摩擦了一半 你如果手腕还能收过来 那这个球在你的拍子上 他就能摩擦 剩下的那一半 你的摩擦才能去完整 摩擦才能去完整 对不对 啊 理解了吗 朋友们 一定要去 注意这一下 你的摩擦完整了 那你的球在你拍子上摩擦停留的时间长了 时间长了 哎 那你这个拉出来的球肯定就去更稳 他就能吃球吃得更深 他就能磨住球吃住球 也简称为包住球 简称为包住球 理解吗朋友们 我相信大部分朋友们应该都能理解 他绝对不是指的是一个动作上的包 而是指的是一个什么呢 你的摩擦的一个完整性 摩擦的一个完整性 对吧 就是一个说白了 用手腕打开 再到内 这收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么一个过程 你有这个东西之后 你的这个拉球 才能去拉得稳 我们所说的腿上的蹬腿转腰发力 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为了干嘛呢 提升咱们出球的一个质量 你拉的球力量足不足 是吧 因为你腿上腰的劲儿 你用出来质量肯定高 包括我们拉完了球之后 还原快不快 那是靠我们的腿上的重心 腰胯 对不对 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个球的弧线拉出来 就是看你的手指和手腕 手指和手腕 你看 来 我就现在站这里 我很潇洒 我就故意的 大家看 你看我处在这里 来 我给你们拉 他拉发的是下选啊 朋友们 你看 正常我一打的话 这个球啊 我往上打 你看也下往啊 这是下选 那你看我拉 我就很随意 我不是说我这样不尊重大家 只是告诉大家 你看我人可能就是有种垮掉的状态 我只要把手指手 这一下加速摩擦 外展做好 你看 他的弧线就起来了 你看 我根本不用 怎么样 看到吗 虽然我拉的质量不高 但我个个能够拉的稳 我个个能上台 看到吗 弧线个个都能吃得住 你看 那我现在加上腿腰 你看 好 那我下一板 比如说我拉完了再跟一板 比如说拉完再跟一板 你看又腿胯腰 看到吗 我下一板的衔接 它就能快了 对吧 包括我拉完之后 这边质量更高了 但是这一板拉的稳不稳 核心在于手指和手 任何的拉手都要包住 其实说朋友们 反手拉也要包住 反手拧也要包住 对不对 但凡是有需要摩擦的 你都得吃得住球 你才有旋转 大家你们可以正好想一想 延伸一下 你反手拉 你反手拧的时候怎么包住球 反手拧 你怎么包住球 放完 来给你们看看 反手拧包住球 刚刚说过了 包住球指的就是你手腕 外展到内收 那反手拧是什么过程 内收到外展 对不对 内收到外展的一个完整性 就是这个 你看 擦 擦了吗 看了吗 朋友们 你看 手腕内收到外展 擦 这一个完整性 擦 你看各个弧线不会下往 我怎么拉都不会下往 因为我的外展做充分了 我吃住球了 我磨住球了 一个下往都没有吧 对不对 一个下往是 什么是外展 这是内收 这是外展 朝外展开 对吧 对不对 就是外展 这个好像 好久没有听到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释 就是外展 对不对 现在这不收进来了吗 这不就叫外展吗 对不对 来 带大家看 你看这个拧 不就是这样吧 你看内收 外展 对不对 那我外展做充分了 那我是不是我的摩擦就多了 弧线就好了 它就不容易下往了 对不对 稳定是不是高了 那反手拉球也是一样 反手拉是不是也是一个 是吧 这个 内收到手而外展的一个过程 你反手想要包住球 不也是一样吗 你看 再拉拉 内收 外展 内收 外展 你看 内收 外展 一个不下往 内收 外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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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内收 外展 你看 看了吗 泡盘 你只要是 但凡 有关于到牵齿到摩擦这个东西 你手指手腕 你不管是像反手 先内收 后外展 还说像正手一样 先外展 后内收 它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做的完整性要足够的强 并且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做慢动作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想这一下能够吃住球 除了我们动作的一个完整性之外 还需要在接触球这一瞬间有一个瞬间的加速 你才能够吃住球 吃住球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不像正手攻球一样 我就是撞击的 我可以给你们做一个这样的很慢的慢动作 因为它没有旋转 但是下旋球 如果说我要给你们做慢动作 朋友们 他一定会下往的 根本就没法拉了 大家所以说除了要看我动作的完整性之外 也要看到我我是由放松再到突然加速的一个寸劲 我这个寸劲要出来了 大家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 一二三 看到吗 我又很随意 一二三 看我拉的随意吧 一二三 我的 一二三 看到吗 一二三 对不对 你看 一二三 你们看着我拉的挺潇洒 那是因为你看我手指手的外 外展内收做完整了 它的命中率就会高很多 高很多 并且你们看 如果说我就反手 反手去拉吧 是吧 给你们看 你看 一二 你看 我想怎么拉怎么拉 你看内收外展只要做完 做完 你看看着我拉的很轻松 对吧 你看内收外展做完 做完 做完 你看就 这就可能相对比较随意了 它这个随意的前提就在于 那我的完整性 很高 那我不容易丢球啊 对不对 所以说我稍微随意一点 看着我放松一点 但是呢 不太会影响我的命中率 明白吗 为什么很多朋友们打不出 这个很多朋友们会疑问啊 比如说你们 比如说就像一个正手 我去给大家拉一个半出台 对吧 我可以就像刚刚一样 我可以怎么去拉 我可以撇着去拉 我可以勾着去拉 撇一个 勾一个 对不对 再勾一个 再撇一个 再勾一个 是不是大家如果说你们作为我的对手的话 啊 如果说你们看你们作为我的对手的话 是不是现在感觉有点被我晃住了 你们可以考验一下自己 你就现在作为我的对手 我现在要拉你一下 你们怎么防 怎么防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我再来一个 对不对 放慢 啊 不是说很活 看了吗 你们如果说想能拉出一些这种球的话 就是说哎 你看 带有点晃动 并且两个条线拉得很开 是吧 这就要在于你什么 你的手腕一定要能够去敢于内手敢于外展 正时候也是这样敢于外展敢于内手 你说你要敢于去撇开 你要敢于去撇开 明白吗